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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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FG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小柚老師 魔女18號之魔女的接班人呢 票選活動已經告一段落囉 所以這次票選的活動呢 選出了一位網友叫做舒婷 那他整個五官看起來是屬於 比較可愛的 所以呢 在他可愛中呢 想要改變出一個小性感 有一點小女人味呢 所以首先我先要選擇一支粉底 讓它底妝呢 是非常的透亮的感覺 那我們只要著重在 比如說 額頭的位置 再來呢 你要注意到髮技的地方 眼睛下方的位置 再來就是下巴的位置 我們的眼睛四周 比較暗沉的位置 稍微把它由裡面往外面推 輕輕的推開 鼻翼兩側 嘴角 我們都可以去加強 好 再來底妝完成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用遮瑕 會讓它有光澤 所以只要在我們眼睛下方這個地方 畫上去 然後輕輕的把它點開 它會利用光澤呢 把我們的黑眼圈變得比較淡化一點 而且呢 會讓它看起來 眼睛下方這個三角形 會讓它變得比較立體明亮的感覺 再選擇一個比較透亮的粉餅 你只要沾一點點 在我們的額頭的上方 沿著鼻子下來 再往兩側呢 稍微掃一下下一點點就好了 這樣的妝感呢 就不會太厚重 而且呢 會非常的透亮 今天的秋妝呢 其實有很多灰色調 比如說灰黑色 灰藍色 灰紫色 那灰色調呢 我會選擇這種有點灰黑色的顏色 比較淺一點的灰黑色 那在使用上呢 我會從睫毛的根部 往上暈染開來 其實我們可以在後眼角的地方呢 順著我們的眼凹的位置 由後面慢慢往前暈開 它的眼睛呢 只要用一個顏色 其實呢 就可以創造出一個立體的效果出來 再來我們可以用這個粉紅色呢 打在眼頭的這個位置 往眼睛的中間 跟剛才的灰黑色這個顏色 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有一個明度高一點的 就會有層次立體的效果出來 再來就是眼睛的眼球的上方這個位置 再加強一點點 我們把中間黑跟粉紅色 把它結合在一起 才不會兩塊 像這種灰黑色的眼影呢 其實你再搭配一個黑色呢 它的效果會更明顯 而且更立體 你只要畫在靠近睫毛的根部就可以了 再來畫完眼線膠畫上去之後呢 記得要把它灰黑色這個顏色的眼影 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我們就要利用這支圓的刷子呢 把它暈開 慢慢地把它暈開 讓它有層次 不會讓它有線條的效果在那邊 就會看起來比較柔和 再來呢我們用根根分明梳子狀的睫毛膏 從睫毛的根部 往上先刷 第一次呢千萬不要刷得太多 好第二個步驟呢 其實我們就刷後眼尾 前端的地方 用一個角度刷後眼尾的睫毛 眼頭的睫毛 這樣你的睫毛呢 就會每一根都會刷得非常的清楚 你的眼睛就會變得大小眼喔 再來呢 曬紅我們可以選擇這種橘色調 讓它感覺是有點溫暖 在我們的笑肌上面呢 輕輕地讓它彈上去 最後呢其實我們可以用 剩下的魚粉呢 腮紅的魚粉呢 刷在鼻子上面一點點 額頭兩側 都可以加強出 讓整個妝看起來會比較有好氣色的效果 最後呢我們可以選擇一支 保濕度高一點的唇膏 來讓我們的唇型更完美 那顏色呢可以比我們的唇色 再淺一點的顏色 看起來呢會比較時尚一點 不要再去加強它的唇線 讓它看起來更大的效果 所以我們的唇邊呢讓它淡化掉 感覺呢很像就像它的唇一樣 想要畫出秋裝的微醺的煙燻嗎 但是呢又不會讓你覺得很醺很醉的感覺 所以呢你只要選擇一個 灰黑色的顏色 再來眼線焦黑色 這樣子呢比較會有層次 再來呢就是睫毛膏的加強 讓眼睛非常的立體 我會選擇橘色調 加強在我們的笑肌的地方 再來唇膏選擇上呢 你可以選擇比你的唇色再淺一點 這樣子你的妝容就會更有氣色 而且非常的完整